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5.1卡池调整 那希达X队5.2恰斯卡爆料 元神5.1西诺宁V3手暴 装武全队增伤 火神是用可放圣火 后续卡池安排 5.1西诺宁V3手暴 装武全队增伤 火神是用可放圣火 后续卡池安排 各位元宝们一起来看看今天 都有哪些消息带给大家吧 首先是关于希诺宁V3改动 昨天希诺宁V3改动也是出来了 总结下就是延改增伤40% 不少玩家表示延续改增伤是对的 如果加30%暴击率的话 虽然圣移物压力会减少很大的压力 不过社区有很多玩家关心的就是 一命为什么不改 要是改一命的话比较友好 否则平民玩家都可以抽一个一命了 再来看看希诺宁的专武改动 专武增伤也直接改为全队看上去是很不错的 但希诺宁自身也没多少输出 一命也打不出什么伤害 所以这个专武目前来看 没有什么抽取价值 除非后续还会有新的改动 大佬总结这个坚武感觉比千只专武强 双暴持平千只专武 使普攻加成64亿 伤害加成96 防御加成40% 而希诺宁专武是防御加成128% 同时还有全队51%的元素伤害加成 被靠防御倍率打普攻的千只来说 明显这个武器更好提高1的伤害 千只专武仅比这武器高了40% 但是增伤却低了82%防御加成词条 再看看后续安排 在后续的5.1版本中 火神马威卡的相关消息也来了 目前来看5.1版本火神是可玩的 5.1的魔神任务中 可以操纵火神 不过并没有相关技能的使用 但会自动的对周围的敌人降下圣火 应该是类似于剧情驻战类型的玩法 这么来看的话 火神是C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这么看就是以后后台火了 而且比现阶段后台挂火肯定强 在后续的5.2-5.4卡池中 大量新角色也会陆续登场 其中5.2卡池是风系五星恰斯卡 四星雷公翁洛伦 5.3卡池是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 分别是五星大剑火神马威卡 和五星兵戏法器本毛少女倩特拉利 最后就是5.4卡池的消息 5.4依旧是海灯杰 登场的角色就是平老老了 给出的名字的拉妮亚 不过还有另外舅舅说 其实在平老老 卡池中还有另外一位新四星角色 5.1卡池调整 纳西达插队钟离生贺言期 5.2恰斯卡爆料 各位元宝们一起来看看今天 都有哪些消息带给大家吧 5.1的希诺宁可谓是最近的大热门 有关他的爆料也是满天飞 大家的讨论也是不断 毕竟辅助能力太逆天了 而有关后续卡池的安排 最近又有了新的消息 5.1复刻突变 不知道是哪位舅舅在网上放出了消息 具体大家可以看图 除了新五星希诺宁外 其余三位复刻角色 分别是 荒龙伊豆 林尼娜希达 不得不说 这版本网传卡池的安排 还是比较离谱的 可之前爆料的卡池反转的 可以说是有些抽象了 不仅没有长期未复刻的莱欧斯利申赫 就连帝君钟离也没有复刻 改成了小草神纳希达复刻帽 但是乙斗和林尼的复刻 的确实有些出人意料了 这一版本的爆料 大家看看就好 目前知名的战绩舅舅都还没有发话 有关恰斯卡的消息 关于怡斯卡 成女风宫五星角色 拥有风系扩散转化元素攻击的方式 简单来说 就是能将自己风系元素 转化成冰火水雷一种元素 比如转化成火系 参与融化蒸发 也包含了基础四射 能参与的反应 平雷还可以协同攻击 虽然是风系角色 但是不打风伤本体 还可以飞行 简单来说就是 斩射 C也就是说 不需要发入山 本体拥有超越伞的飞行能力 但大概也差不多是 那塔克化的探索能力了 然后就是新四星安排消息 欧洛伦是弓箭少年 会在5.2卡池中进场 然后就是都说 5.3 倩特拉利 进尺的概率又提升不少 至于5.4 就只能看伊安山了 5.3版本 就是大家期待的火神了 按照目前进度而言 直接就是海灯节 火神马威卡 和平姥姥要上线 也会上线 但是 之前有舅舅爆料说 平姥姥会在5.4上线 可以说是 最为期待的角色要来了 加上5.3 才是魔神任务结束篇章 社区上的大佬都说 这一个版本有惊喜 绝不会让玩家感到失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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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